今天是開箱系列 我今天要來開箱我家至今被敲碗最多次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懶的人 而且我的廚藝是屬於料理幼幼般 可以在短時間廚藝進步 絕對是有秘密的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起 除了廚房要好用好清潔以外 各種用具要省時省力 可以解放雙手 煮飯的時候也不會太狼狽 有好的環境、好的用具 才能增加自己煮飯的意願 也能吃得更健康喔 我今天要來開箱Amazon電子鍋 銷售第一名的Instant Puff 它的評價接近五星好評 堪稱是北美的平民電鍋 是市占率第一的小家電品牌 我覺得地位大概就像是台灣的大重電鍋那樣 但是它的功能更多喔 可以煎炒、蒸煮、壓力快破 還可以慢盾 重點是它還可以做舒肥還有優格耶 它集這麼多功能於一個鍋子 真的很厲害 這個壓力鍋啊 它附的配件有一個電線 然後它的頭是這樣子 三孔的頭 然後這邊也是三孔是接壓力鍋本身 這個是接插座 然後是110的電 然後還有一個矽膠的手套 它有寫它的LOGO 然後我覺得這厚度還OK 目前拿起來都不會說覺得很燙 然後呢它還有一個這個是 鍋內可以替換拆除的矽膠圈 然後這個蒸籃啊 它這個可以打開是可以給你提的 就是長這樣子 可以用個夾子把它夾起來 還有一個飯勺跟一個湯勺 然後這個可以這樣蘸著 我覺得這個可以蘸還滿方便的 就不會沾到牌子上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涼杯 就是長這樣子 很普通的一個涼杯 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鍋子的背景 它的創始人呢 是高科技產業的博士夫妻 平時很忙於工作 沒有時間為牌子做飯 設計產品之前 他觀察了美國社會發展的三個趨勢 第一是美國人平常沒有太多的時間 第二是美國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有過重的問題 甚至還有一些有肥胖症 他們都很希望可以為自己做一道 簡單快速又健康的料理 第三點 當時的美國啊 其實能源成本非常高 社會推行綠色運動 希望能節能盡量避免污染 透過不斷革新和常識 這個適合各種烹飪溫度的 多功能壓力鍋就誕生了 我之前啊早就關注很久 甚至想要請美國的親戚幫忙帶回來 但是有一次我在逛美式賣場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竟然有賣 那時候我新家還沒完全裝潢好 二話不說 我就立馬買了一台 因為呢 我遇到了美式賣場在特價 其實美式賣場是很少特價的 我記得我當時買啊 甚至不到三千元 真的非常划算 使用壓力刮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既定的疑慮 就是安全問題 美國產品啊在這方面特別用心 有十道安全措施 確保消費者能安全的使用 這部分在我當初選擇的時候呢 也能增加許多信心 因為我真的很怕把廚房炸了 再加上Amazon上使用者的消費經驗分享 只要依照說明書上注意的安全指示操作 就可以確保沒有使用上的疑慮 這一款是在台灣的好市多買的 所以它的介面都是中文 不會看不懂 有壓力模式 然後還有一些肉類啊豆類啊 燉湯啊 慢燉啊 煎炒 可以煮白米飯 雜糧飯 煮粥蒸煮優格 還有一個功能可以輸肥喔 然後呢 它這個壓力的選擇 這邊可以看到有高跟低 量呢 你可以自己選東西的量是真量啊 標準或是少量 然後這個就是加跟減 保溫 然後保溫如果要取消你就按取消 那如果這個模式要取消也是按取消 然後壓力的選擇 它會出現一個壓力 然後你可以增減 還有一個預約的功能 再來啊 看到這個鍋背 這邊有一個標章 有一些電壓功率等等的 然後呢 看到這上面這個 有一個軌道 就是壓力鍋開蓋的時候啊 它可能會有一些水蒸氣 然後就會順著這個孔 不要到下面這個透明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 這個也可以拆洗 然後再來看到它的卸壓法 卸壓法有兩種 一個是放很大的蒸氣 一個是微微的放 然後這個可以轉 然後這也可以拆 然後呢 一般都是等這個法掉下去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轉大 然後如果有一些東西 黏在上面也可以拆洗 這樣拔起來 很容易就拔起來了 然後再來看到它這邊有一張貼紙 我是不會把它撕掉 因為它上面有跟我講說 在烹飪之前一定要確保處於密封位置 我有時候會忘記 所以我建議這個大家不要拆掉 然後呢 要轉開鍋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close 跟一個open 它有方向性的 所以也不會搞錯 那我現在要打開 它會有個聲音 這樣就打開了 然後呢 裡面有個內鍋 我之前第一次煮 不小心煮飯沒有煮好 所以它現在裡面有一點斑點 這是我的問題 不然它原本來是很乾淨 然後看一下這個鍋蓋 其實它剛剛有附一個橡膠圈 這是可以拆的 其實很好拆 你就稍微這樣推一下 這都是可以拆得掉 然後呢 還有這邊有一個這個排氣的 就上面線壓法 它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個有時候 像我之前有不小心煮錯的東西 比如說我把白葉豆腐丟進去 然後就膨脹 它就卡在這裡面 然後這個也是可以拆洗的 好 那我現在把內鍋拿起來 看一下裡面 然後裡面的話 就是要確保裡面是乾燥的 吃煮幾樣料理吧 這些是我之前用Instant Pop煮飯的狀況 分享給大家 排骨稀飯 排骨其實不好燉 我之前就很想煮這個料理 這個料理備料很簡單 食材天然 而且原味就很好吃 是一個很單純的料理 但是排骨大家也知道 非常難去燉爛它 那我就用Instant Pop幫我完成吧 來看看需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呢Instant Pop 那針對粥這件事情 它上面有一些比例的參考 你喜歡吃濃的啊 或是吸的 也可以依照比例自己去調整 需要的時間 大概是15到20分鐘 好了20分鐘完成 它畫面就會變成零零 然後現在就是 已經結束20分鐘 又多了一分鐘 那我現在來放棄吧 這個啊你看現在還很有壓力 所以怎麼按都按不下 它是凸的 那我來放棄 我會這樣慢慢的放 那其實我會放在抽油煙底下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油煙都沒有被吸掉 看一下 哇它好像壓的下去了 就代表7塊放完 那我們就做最後的放棄吧 好我現在要來開箱了 不知道煮得成不成功 我第一次煮 那它打開會有一個聲音 可以聽一下 好這樣就可以打開 再來可以看到酥肥雞胸肉 這是我第一次做喔 先將調味好的雞胸肉醃漬 用真空袋裝起來 完成 就可以使用 我先把增架放進去 然後加水 插上插頭 蓋上鍋蓋 但是不要把它關緊 然後我來 輸肥 然後呢再按一下 輸肥 它就會出現時間 調一下我的時間 我看大家大概是用兩個小時吧 然後呢 就等它 大概10秒左右 嗯 它會出現這個 三次的BB聲 然後顯示 這樣就表示開始加熱 等到水溫達到設定的溫度 它就會發出風鳴聲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取下鍋蓋 因為我剛剛沒有蓋好嘛 直接拿起來就開了 然後把密封好的輸肥袋 食材 放到水中 要確保肉跟袋子都在水中 來蓋蓋子囉 等到時間到呢 它就會出現M 然後就可以打開鍋蓋 這樣輸肥就完成了 輸肥完了 來開鍋吧 因為它沒有加壓 來看看成品吧 這個 這蘇肥很厲害 我覺得吃起來的肉質還算嫩 不過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再把溫度調低一點 其實還有煮過剝皮辣椒雞湯 還有紅豆白木耳湯 也燉得非常透 我覺得啊 用Instant Pop煮起來 屬意整個三級跳的成長 很推薦給大家 我目前使用過煎炒慢燉壓力快膨 我就發現用了Instant Pop 原來煮飯可以這麼簡單又這麼快 完全符合我這個懶人 懶歸懶 但是我認真去找到 可以符合我自己這個懶人的方法和工具 有了Instant Pop煮飯變得輕鬆又快速 而且不會狼狽喔 輸肥這個新功能是我第一次使用 因為說明書上建議加水加到Max線 我設定的溫度是65度 所以等到水煮到65度 是有一點酒 畢竟要煮這麼大鍋的水 還是要花一些時間的 但是這個功能是我當初選擇 Instant Pop很加分的原因 它還有一個功能 我目前還沒有試過 就是可以製造優格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專業的功能 這些我還需要多花一點時間 跟它相處 慢慢發現它的潛力 除了原本附贈的食譜啊 它還有自己的App 其實你按照App上的步驟去做 看起來很複雜料理 也可以變得輕鬆容易好上手喔 這種燉鍋啊 其實我最怕它不好洗 而且它如果沒有辦法拆卸的話 其實清洗非常麻煩 我會這樣子先按一下清潔劑 然後把這邊的縫 先全部的擦過一次 有時候那個噴出來 噴的太多會很油 把它拆掉 等一下一起泡 然後呢 再用水沾抹布之後 再把它全部擦一次 基本上我覺得這樣就蠻乾淨的 但是Instant Pop它的橡膠圈啊 鍋蓋啊 排氣法啊都可以拆洗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說明書上的清洗方式 它的所有配件 除了外鍋和電源線 全部都能放到洗碗精中 不愧是最道地的美式生活 超級適合我 為了拍影片 我不放洗碗精 今天手洗一次 真的不難洗 可能我用的洗碗精也有差 這個洗碗精真的很推 不用站在火爐前顧火 可以花最短的時間煮出輕鬆又簡單的料理 重點是 煮完之後還可以交給洗碗機清洗 這種能解放雙手的科技家電 就是我最推崇的 分享給大家一個我遇過的恐怖經驗 你在煮飯的時候啊 你要先確認那個食材 到底適不適合放到壓力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上次乳東西啊 我就加入了百葉豆腐 想說一起滷 我沒有想到百葉豆腐 竟然不能放在壓力鍋 滷完之後很可怕 百葉豆腐膨脹變得很大 口感完全不一樣 重點是 它的豆腐完全卡住了那個排氣法 你在泄氣的時候 就一直看到噴出白白的東西 打開的時候 整片豆腐皮黏在鍋蓋上 那時候啊 我泄氣泄了很久 因為全部都被豆腐渣堵住了 以上是我真實使用 InstantPod的開箱 希望能提供實用的資訊給大家 歡迎按讚留言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分享給朋友 還有訂閱喔 掰掰 大哥 你還要多久 站在這裡好熱 排骨稀飯煮好了 而且我是煮糙米喔 剛剛一打開20分鐘 排骨真的燉得非常爛 苦肉分離耶 我現在要來吃一口看看 好吃